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争 在二战之中,我们中国作为亚洲的主战场之一 本无杀戮之心,却被某些疯狂对外扩张侵略的国家硬生生地拉入了战争的漩涡之中 其中对中国痛下杀手的,正是日本这一弹丸之国 在日本铁蹄的践踏之下,华夏山河风飘絮,一片惨淡破败之境,饱含着无数血泪与恨意 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发动的14年侵华战争,却一直都是在一种宣而不战的奇妙状态之下进行的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中国进行宣战的国家并不是日本 而是一个鲜少有人耳闻的欧洲小国,圣马利诺 相反,对中国侵占了14年的日本,却并未向中国宣战 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和圣马利诺,结下了什么不得了的渊源吗? 日本又为何不对中国宣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战之中,与中国有着宿敌之城的日本 从头到尾都并未真正向他所侵略的中国进行宣战 才使得圣马利诺成为了唯一向中国宣战的国家 要知道,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发动太平洋战争之时,都不忘向美国宣战 那么日本作为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为何不向中国宣战呢? 自日本1931年发动918事变之后 东北三省就沦为了日军铁蹄下的破碎山河 但是日本为了美化自己的侵略行为 将末代皇帝溥仪作为傀儡在东三省建立维满洲国 来掩饰自己的侵略罪行 用维满政权掩耳盗铃来侵占掠夺东三省的资源土地 所以这时的日本顾及舆论,不会主动向中国下战出 否则就落实了自己的侵略罪行 大东亚共农圈的谎言也难以自洽 再到后来的七七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 二战战前同盟阵营已经初步形成 根据日本在19世纪末签订的海牙公约规定 只要两国交战 同盟国就有自活对交战双方进行经济制裁 这个制裁范围包括许多日本国内十分匮乏 且依赖进口的资源 然而当时的主要同盟国美国因资源丰富 成为了日本的资源进口商 保持着日本的资源命脉 一旦美国认定日本的行为属于侵略行为 就会对日本发起经济制裁 从而断送日本的资源供应 所以出于美国的牵制 日本依旧不肯对中国下战输 以逃避经济制裁 直到侵华战争末期 在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反抗之下 日军在中国大陆上的消耗严重 为了间接占领中国 日本再一次效仿建立维满洲国的幌子 扶植汪伟政权 承认汪伟政权的地位 否认南京蒋介石政府的地位 与汪伟政权苟合来达到侵占中国的目的 因此更没有理由对自己一手扶植的汪伟政府下战输了 反观中国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在抗日的前期和中期 一直以消极的态度抗日 企图用和谈来避免战争 好修养生息 专心剿匪 再加上蒋政府对日本的海上贸易路线的依赖 因此也迟迟不向日本宣战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 引爆太平洋战争 美日交恶 在美国这一大靠山的资助下 蒋介石也终于有了底气 于1941年正式向日本宣战 所以说日本不敢向中国大大方方的下战输 也是为了侵占中国轨迹多端的一个手段 那么作为欧洲小国的圣马利诺 与中国无冤无仇 为何要向中国下战输呢 圣马利诺地处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半岛东部 是一个被意大利所包围的国中国 国土面积仅有60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3万人 是名副其实的弹丸小国 早在公元301年 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实将 为了躲避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的迫害 来到此地的一个山头战山为王 从而建立圣马利诺 但这时的圣马利诺 至少从法律上来讲 还隶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直到1243年 圣马利诺正式确立双执政官 进行联合执政的政体制度 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 在此后的岁月之中 又几经占领又顽强的独立出来 最终使得圣马利诺被欧洲 承认其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 时至今日 圣马利诺依旧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 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期间 圣马利诺自知国立人口的微薄 不足以支撑其参与任何一场战争 于是一直是保持中立国的态度 不参与战争 也不引发战争 直到1923年 圣马利诺的法西斯政党上台执政 一切就开始酝酿起微妙的变化 1944年 由于圣马利诺坐落在意大利 这一法西斯同盟国的怀抱之中 便引起了反法西斯阵营英国的怀疑 英军在听说有德军进入圣马利诺之后 便对该国进行了无差别攻击 一番狂轰滥炸之后 造成圣马利诺数百人的伤亡 引起了圣马利诺人民的愤怒 随后圣马利诺重申了自己的中立国立场 表示自己国家的境内并没有任何的军队 但是德国和英国还是相继进入圣马利诺进行决斗 轮番占领了圣马利诺这一小国 英军撤兵后 圣马利诺不忘向英国政府 索取七个多亿里拉的战争赔款 但是都被英国以德国首先破坏其中立地位为由 遭到了英国的拒绝 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遭到如此欺辱的圣马利诺 一气之下向所有参加二战的国家都宣战了一遍 其中就恰巧包括中国 不过中国离圣马利诺如此之远 就算是想攻打中国也属实是鞭长墨西 因此圣马利诺对于中国的宣战也仅仅停留在书面上 他也有幸成为了二战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中国宣战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圣马利诺的这种行为与当年的满清如出一辙 1900年慈禧太后不顾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实力差距 向全世界发布了轰轰烈烈的向万国宣召战书 虽然这一战书确实是扬了天朝上国的国为十分硬气 但是最终却也引爆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的瓜分蚕食 导致八国联军浩浩荡荡的在中华境内烧杀抢掠 虽然慈禧太后是带着光绪帝逃遁而去躲过这一劫 但是撂下的一堆烂摊子却是要让中国老百姓平白无故的承受 可悲可叹 与慈禧太后那一直向万国宣召战书不同的是 圣玛利诺向全世界宣战之后并未激起多大的水滑 彼时的同盟国虽然感到十分诧异 但是都正现身于战争之中无可自拔 因此无暇顾及圣玛利诺这一小国的强烈抗议声 不过圣玛利诺也只是单纯的口头抗议 深知国力渺小的他也并未对其他任何一个宣战的国家主动发起一兵一卒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 中国政府为了打开国际交流的舞台空间 不计前嫌与圣玛利诺正式建立起领事级外交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圣玛利诺的执政党是共产党 于是中国与圣玛利诺就签订了免户签证协议 到了90年代中盛双方更是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圣玛利诺也诚心为自己在二战时期的鲁莽行为感到抱歉 在之后的几年里 双方还签署了中盛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 展开经济合作贸易往来 如今的圣玛利诺经过多年的闷声发大财 经济发展的十分富庶 国民福利优待 人均GDP高 除了有避税天堂一城 更是一个绝佳的旅游胜利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太秀珍 不到一天就能逛完 总而言之 国与国之间在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 也有着特殊的相处模式 直到如今的和平年代 即便是局部爆发战争 出于国际舆论和制裁的考量 轩而不战也已经成为常态